ATIFE本身有錄影的功能 所以您可以這樣子 你看 主頁或換燈片都可以 您在主頁這邊也可以 您看上面 我們剛剛有沒有新增空白的換燈片 不要忘記旁邊這個就是什麼 補貨換燈片就是錄影 只是翻譯的關係 那右手邊就是說你的圖片也可以來自簡報 你的換燈片也可以來自簡報也可以來自圖片 您看一下這裡 我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看到的 但是如果你要用Power 你還是要記得一件事情 因為我知道有些老師比較喜歡在Power面做動畫 很抱歉進來就是靜態的 他就好像把那個畫面拍一張一直一樣 所以你如果有做動畫的 他只會拍到你最初的那個畫面 他不會拍到你最後面畫面動畫的結果 這要稍微留意一下 他還是把它當作圖片來處理 好 你看我按一下補貨換燈片 有沒有發現可以錄影 這個就是 我們一般錄製就是全動的 也就是說你螢幕上畫面是什麼 就全部都錄下來 好 我就按一下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框框了 因為我剛剛開的大小就是720 480 就是這個框框 所以你如果要錄哪一個麥克風 要不要錄聲音自己勾起來按下去 有沒有倒數了 開始倒數了 這個時候我的操作 就都在這個框框裡面都會被錄下來 都會被錄下來 那錄製過程你可以自己移動嗎 你可以移動一下 因為有時候我們需要改變一下嘛 錄好了怎麼辦 剛剛快速鍵忘記了對不對 看右下角 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它的圖 你可以點它一下 都有沒有看到了 但是這樣是比較不專業的 有專業一點要控制下線的 對吧 不然你就露線啦 好 我先把它停止 你看錄完之後它就變成多一個換燈片 你看它把它放進去了 所以其實您如果說 用這個方式它是不能直接擷取我們的網路攝影機 除非說你像我這樣 很不要臉的一直站在這裡 那就可以錄下來 因為只要是螢幕上的東西 它都可以錄滿 這樣您了解意思齁 所以像我這樣子 你看把它錄好的時候 它現在正在準備 標準來講應該是不會這麼慢啦 應該是我現在下面開比較多 開始比較多應用程式 所以這邊動作會比較慢一點 要不要再錄一段時間 小姐 我們可以說 好 好 我們可以說 好 好 好